夜间海上训练难度大 危险性高 近日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 为提高执行任务能力 组织特战队员进行夜间海上 多型轻武器实弹射击 检验了特战队员全天后 遂行多样化任务的作战能力 此次海上夜间实弹射击 分为重极枪警告拦阻射击 自动步枪对海应用射击 和监设榴弹发射器警告射击 等五种射击样式 在进行重极枪对海上小目标 火力警告的射击过程中 他们创新目标指示方法 使用信号弹照明 配合重极枪手进行瞄准 在安全射击范围内随机显示目标 重极枪手快速瞄准目标 并果断进行拦阻射击 对他们的快速反应能力 是一个考验 海上夜间射击存在目标隐蔽 不易捕捉机动性大等难点 这对于我们使用动极枪 夜间射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夜间海上近距离射击训练中 他们还自制了适应海上 夜间射击的漂浮靶 用浪推动下 漂浮靶实际 特战队员们秉息凝神 利用激光瞄准锯 对目标进行快速瞄准 并果断激发 此次高强度实弹射击训练 推练特战队员全天候实战本领 为下一步更好地执行护航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 是遥远而神秘的喀拉昆仑 被誉为世界污己的污己 这里山高路险 空气稀薄 人际罕至 被称作生命禁区 在这里一代代年轻的戍边官兵 占风霜 斗言寒 洒热血 用生命和信仰 坚守在昆仑之巅 随着冬季的连进 山脊一线的气温也越来越低 这几天 部队紧急筹做了一批 最新型的防寒被装 第一时间送往5184米的直清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吃过早饭 战士们再次清点 前一天夜里就整理好的 新型防寒被装数量 确认无误后 向海拔5184米的 筑勤一线出发 我们跟随着官兵们一起前往 5184米的直清点 去运送新型的防寒被装 刚刚我们上来这条路 就有50多度的这个坡度 越往上走是坡度越高 上面达到了70多度 在这个高原上 5100米的海拔 每行走一步都非常的艰难 坡大 路斗 海拔高 车辆 罗马都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边境 低温 气流杂 无人机到了这里 续航能力和载重量 都有了明显的衰减 这就意味着 所有的物资 只能通过人力来运送 除了最新型的防寒被装外 这一次运输小分队 还给直清的战友们 准备了预寒的取暖炉 海拔越来越高 气温也越来越低 但李国鹏和战友们 已是满身汗水 可向上的脚步却一刻不停 我们的这个小分队 每次上来的时候 排头兵都会拿着国旗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戒碑 我们每次直清 节背送寄养 我们都会拿着国旗 因为国旗就代表着 是流动的戒碑 从山脚下到山顶的直清点 虽然仅仅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但这短短的一公里 运输分队的官兵们 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 最终到达了直清点 官兵们把最新型的防寒被装 塞到一线战友的手中 笑容出现在现场每一人的脸上 和运输分队一样 像5184米挺近的 还有一支特别的文艺青旗队 他们当中没有一名文艺骨干 都是来自作战岗位的女兵 刚才我们在上来的时候 在路上也遇到了 来到这里慰问的女兵的小分队 现在他们在我们身后 正在给官兵们带来精彩的节目 别人给我献过好多哈达 但是这是我收到过 最好的一份礼物吧 也是最好的语词 因为我感觉真的很感动 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 文艺青旗队队员们的歌声 在喀拉昆仑山脉婉转飘荡 太辛苦了 这种苦你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吃的 你也不是想吃你就有资格去吃的 他们确实都是很厉害的一群人 我觉得 他们真的是我心中的英雄 这次来这里之后 我就觉得我没有些的资本 信得有他们 伤和无恙 我叫艾利尔艾利 1997年出生的 今年23岁 在5184点位上已经说了三个月 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我只要站在这里 这里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国领土 一寸一毫 5184不是最苦的 再高再苦 我都赶上 有我们在 祖国的领土 不会丢失一寸一毫 祖国有我 沙国无恙 海拔5080米的甜水海兵站 近日也迎来了多日未见的战友 解放军第950医院 有一支特殊医疗分队 每年都会前往卡拉库伦山上的各执勤点 进行医疗寻诊 今年的最后一次寻诊 医疗小分队还要完成一个特殊的约定 早上八点 高原的天还没有完全亮 解放军第950医院 寻诊小分队就出发了 他们要驱车1000多公里 前往海拔5080米的甜水海兵站 在崎岖颠簸的高原山路上 护士长卓玉娇 小心翼翼地抱着一盆小小的绿植 这是我第一十次上高原巡诊 今年有些不一样 去年我们巡诊的时候 在甜水海兵站 答应他们的站长成为 要给他送一个礼物 这一次去呢 其实就是去完成约定的 由于路途遥远 午饭时间 队员们只能利用行车休息的时候 抓紧时间吃一点自热食品 出任务的时候呢 经常都是这样 在路上找一个休息点 吃点随便吃点东西 就这么凑合一下 经过近八个小时的高原行车 寻诊小分队终于到达了 天水海兵站 顾不上高原反应 大家就投入到了寻诊中 为官兵进行体检 我们借着最后一次 大雪封山寻诊的机会 我们带上野战DR车 干式生化分析仪 彩超等一批先进的 适用于高原的医疗设备 到边防一线 给我们官兵进行一次 寻诊带健康查体 以保证我们官兵更安心 更踏实地完成手边疏防任务 对于住所在高海拔地区的 官兵来说 自然环境恶劣和高强度训练 是他们面临的双重考验 官兵们的身心健康 成为医疗分队最大的牵挂 每次寻诊结束后 寻诊小分队都会主动承担 一些义务工作 给官兵做一顿饭 礼一次饭 补一下衣服 烙一烙家常 让高原战士能够感受到 别样的温暖 即将离开这里 护士长卓玉娇 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律纸 去年护士长寻诊的时候 为我们有什么需要 我随后开一句玩笑 为我们带点绿色吧 反正前段下也没有绿色 没想到今年真的带来了 这一盆跨越了1000多公里的绿枝 为高原官兵带来了绿色和希望 而在医护人员心中 喀拉昆仑山上驻守的官兵 才是这片生命禁区里 最美的绿色